李孟宴他過去擔任臺南代理市長的時候 他曾經說我們為了解決少子化的危機 父母不斷地要他催生 所以他最後只好搬到沙發上睡 沒想到他是搬到外面跟別人家一起睡 那麼李孟宴為什麼會辭職 對吧 依照民進黨的標準 其實大可不必 像前面所說的羅志正 王定宇 王世堅 他們也都勇敢的參選到底 為自己栗戰清白 有的選民也不care 那或者在政務官上面 那當然就是有著名的王必勝 也沒有事情 所以他到底為何要此 我認為這必須要結合到幾個月前以來 曾經有人給他的爆料 就說他介入遠航案 就說他跟當時的張維剛的律師碰面 而且是前一天質詢 結果他隔一天就跑去碰面 實在是一個無知到了極點 那麼當時我就接到了相關的爆料文件 這爆料文件鉅細米遺 就是把李孟燕他何年何月何日幾點幾分 在哪個地方場所出沒照片一清二楚 就他到底是跟哪一個疑似是廠商的人碰面 他到了某一個地方 好像是某個公司 但當時我們收到的時候 因為不見得每一個都跟政治有關 或者有那麼厲害的直接相關 所以這份資料就保留 但是現在想起來 就這一份資料 就他本人肯定是知道 因為連我都收到 一定也會有別人很多人收到 而且這裡面是很多天累積的 這一些照片 當時我就在想 是不是有人要攻擊他 是有人想要行政院秘書長這個位置嗎 還是有人想要交通部長 這個位置呢 他那個時候還沒有當交通部長 還沒有當交通部長 還只是秘書長 那誰會這麼樣大張旗鼓 就是跟肩他 就是幾乎至少兩年 我當時看到資料 跟肩他的起碼一年 為什麼呢 現在一想 搞不好他不見得完全都是政治性的目的 也可能是什麼 也可能是原配要跟蹤他 也可能是小三要跟蹤他 就也可能是感情因素 這個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當李孟燕他必然知道 他的很多的行蹤跟蹤跡 都已經被別人掌握 而且是無法挽回 照片都出去了 影片都已經出去了 然後現在這個小三的東西 也都全部都曝光了 所以我認為他之所以即時的請辭 肯定是要及時的止血 因為說不定還有一些東西是沒有報 就你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 你底下的人 你有陳凱玲 你有陳忠諺 你有李孟燕 你有郭再卿 你有邱莉莉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台南市 然後你出來選總統 然後好像查了幾個案子 然後當媒體曝光以後 然後你馬上處理 就好像韋山講的就說我們黨裡面只要一曝光 我們馬上就處理 民眾期待是這樣嗎 民眾期待的是你應該在他上任這個位置之前 你就已經查清楚他是不是認了 而不是說他曝光了以後才開始去做動作 所以這表示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整個結論 一件事情是賴清德的用人 叫做用人為親 但不顧私德 他沒有那麼care私領域的部分 你看像李孟燕 李孟燕其實在這裡面 還算是相對比較專情的 至少他是小三 那你說陳忠諺好了 陳忠諺他的標準 就是他只要條件好跟沒有刺青 他都ok 對不對 陳凱玲 現在都已經在牢裡面了 然後郭再卿 邱莉莉 這些整個案子到現在都還沒有 都還沒一個結論 我們的總統是從台南出來的 但是臺南發生這麼多事情 他槍擊案都不解釋 用的人他也不幫他說任何話 然後好像整個曝光以後 我開始法律處理 法律處理 法律處理 就好像我賴清德 什麼事都沒有了 我覺得賴清德 他真的應該要痛定思痛的 跟國民講清楚說明白 就是這些人跟你這麼久了 你現在究竟是你真的開始 到了大位以後 你開始在清軍策 開始真的認真的想要去做 中華民國的總統 還是說你現在其實也抑制不住 你底下的派系在鬥爭 只要一爆料出來 對不起 你的親信 你要趕快砍掉 砍掉以後就告訴大家說 我是清白的 我跟這群人都沒關係 好像我一砍下去 我賴清德跟我過去 在台南市長任內 這些所有骯髒的這些事情 都無關 所以我覺得司法也要調查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陳忠諺到現在 其實這整個案子 最應該要查的 其實還不是他性招待的事情 接受性招待的事 而是就是說在這中間有沒有對價 有沒有貪污的這個狀況 既然曾經發生過陳凱琳的事情 現在看起來又有陳忠諺 這樣一個狀況 我當然因為現在大家還不知道 李孟宴的小三的身份 如果李孟宴小三身份 跟企業也有關係的話 那李孟宴也要出來講 就說明白這裡面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問題存在 我比較好奇他說十年十年 那這中間賴清貞都不知道 他跟他關係那麼密切 一路跟著他 所以這樣的事情完全沒有耳聞 完全都不知道 這樣很難嘛 你十年完全保命 覺得有這種可能嗎 趙大哥我跟你說 剛才宏廷講的是 就想到我在美國的時候 讀過一篇談兩性的一個文章 特別談到男性社會 他講那個有可能就是說 如果臺南市的政壇 在賴清德他們執政的那種風氣 就是像那個陳宗諺 這樣子的情況 到處都那個很花 我們這樣子講 所以他在男性的同儕背中 就會形成一種風氣 你覺得說你如果沒有女朋友 你比較遜 你能花的人你比較讚 那再加上 如果他的整個風氣 又不會進行道德譴責 然後其他的人也不當一回事 那你說他的主管會不會聽到 他們可能不覺得是一回事 他根本不會來講